暑假天气非常的热 许多在放暑假的学生 还有家长都会带小朋友 去主题游乐园来消消暑 尤其是有水上活动的 更是民众最爱去玩的地方之一了 但是现在就有家长抱怨说 北中南的主题乐园 看一看门票 怎么都很贵呢 像是北部完全水上游乐园 15样的设施全票 就要将近600元 而新竹的游乐园是更贵了 一张票要价将近900块 首先热到爆 消暑秘方就是跳进水里 玩个痛快 痛快不痛快 但看看北中南主题乐园票价 实在让人不痛快 桃园玩水路主题乐园50样 全票要499 而云林的水路27样的主题乐园 全票要699 台北县巴黎完全水上乐园 玩15样设施全票也要599 让爸爸妈妈忍不住斤斤计较 15个人啊 多少钱 多少钱啊 大概五六千块吧 我觉得应该 应该是要390左右差不多 因为他的设施没有增加嘛 对不对 所以你觉得有点小贵这样 有点比较贵啊 更贵的新竹 浙加水路主题乐园 光是一张全票 就要价890 我们从87年到现在 890块的票 从来没有涨过价 可是在这十几年来之间 我们投资了超过10亿以上 超过五项的新设施 而儿童票也要从 790元一年龄向下降 将咱们忍不住抱怨 首先要尽兴 看来票价也要让消费者高兴 才能接纳欢喜 就是台北新竹综合报道